第四十题 高空弹跳是一种惊险又刺激的活动 在人往下掉落的过程 利用细在人身上的具有弹性的特殊橡胶层支撑人的体重 当人往下掉落 橡胶层已成一直线 且逐渐拉长至下落到最低点的过程中 若不计空气阻力 下列说法何者错误 题目上所谓的已成一直线 且逐渐拉长 我们就晓得 这是一直线的时候是橡胶绳的圆长 然后就逐渐拉长 于是就有形变 于是就会产生弹力 把人要往上拉 但是这一开始的时候 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到达最低点就变成零 然后再把它往上拉上来 就成为高空弹跳的活动 所以选项A 人的重力未能一直减少是对的 因为我的高度一直降低 所以我的重力未能一直减少 橡胶绳的弹力未能一直增加也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橡胶绳逐渐拉长 形变越来越大 所以弹力未能就会增加 人的动能一直减少也是对的 因为橡胶绳有一个弹力 把人要拉回来 所以使他的速度越来越小 到最低点的时候为零 然后再把它往上拉 所以选项猪也是对的 选项C说 重力未能和动能的总和保持不变是错的 因为我们的重力未能在减少 动能也在减少 所以并不是总和保持不变 而是总和一直减少 所以第40题问我们说 下列说法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人的重力未能和动能的总和保持不变